明偶風雲會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邁位收聽風雲高 感謝各位支持 風雲會特別會員渠道 和本人陶傑Patreon 和鮑偉聰先生 也非常感謝各位陸續加入 我們會在不同的渠道 同時交流 這幾天有很多大事發生 首先就是俄羅斯 這個叫叛軍 普利哥津 在兩個月前 全世界震動了一場大龍鳳 率領的叛軍殺入莫斯科 誰知道無緣無故就叛逃而廢 叛逃而廢之後 我們不止我們 很多有常識的人都可以預測 是不是 他快點永久離開俄羅斯 似乎這個光頭佬 大廚出身 一時是有些老的 就走出去白俄羅斯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可能 聽普京這個大佬 哄回他 最近又回到俄羅斯 雖然短短一兩天之前 他又發佈了一個錄影帶 錄影帶裡面的顯示 他在沙漠那裡口口聲聲說 要代表俄羅斯 去對付那些伊斯斯蘭國 和恐怖分子 每個人都以為他已經跟普京講得好 誰知道他的私人飛機 就在半空 在莫斯珀飛去聖美德堡 在起飛機之後 就神秘墜毀 在機上十人除了大廚叛軍司令之外 還有華格納 這個叛軍集團另一個創辦股東 當然還有飛機師三個 空中小姐 整個飛機掉下來 全部撕鞋 機上尋人就全部死亡 這宗案例 拜登只是說他覺得不奇怪 不過拜登當初 鼓採的一件事 就覺得普京是會落毒 現在普京也免得下毒 當著全世界面做給你們看 就是我做的 西方方面也收到情報 就是俄國的地對空導彈 將飛機擊落 這都不用質疑的了 那些什麼恐怖分子襲擊 這些全部是廢話 這是第一件 一會兒我們會繼續討論 這個叫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南非舉行的金磚五國會議 表現失常的問題 現在大署總司令 終於拜拜 俄羅斯的局勢 以後又怎麼樣呢 那些散兵游泳 一時沒有了龍頭 他們當初說的 如果普里哥津被普京暗殺的話 他們一定會報仇 就看一看這一兩日 那隻一幫這樣的人 那兩日 會不會有那麼屆手 一般來說這些低端的賊人 應該是就是一罷口的 是吧 因為你一看到沒有了頭 而且普京這個佔上風 如果誰敢做這個司令 這些位置散不散也罷了 你說散了普京的位置就罷了 那個人應該是想著必死 但其在這個光頭司令應該蠢得這麼夠吧 竟然以為自己沒事 杜先生 其實在我們之前風雲局 我們都預測分析過 普利哥津會死於非名 只是想不到死得這麼快 通常普京做事就會攤凍一段日子 等普利哥津意氣風化或者若無其事的時候 可能中毒或者堕楼死了 想不到這次是用行形式的方法 將一架小型飛機擊落 可能普利哥津這些武夫就真的不熟讀歷史 或者更加不認識中國歷史 在楚漢商爭的故事裏面大家都記得 韓信幫劉邦打贏了多少場勝仗 成為一個大將軍 在楚漢之爭裏面如果沒有韓信 劉邦也做不到王 但是去到後期 其實韓信就自以為功高蓋主 甚至是曾經意圖起兵 想推翻劉邦 結果就被女后拿下 接著用竹籤刺死的故事 如果中學生或者讀過中國歷史都知道 曾經有這樣的謀反之心 即使你立下如何大的功勞呢 最後都是死路一條 所以唯有探釋一句普利哥津 又是不讀書又是不讀歷史 還有對於普京這個曾經的盟友 實在太過掉以輕心了 結果就死於非命 陶先生 所以這個叫死於非命這個問題 就嚇到全世界一鏡 不過這個俄羅斯的局勢 要看多三兩個星期 這次普京就攔掩他的憤怒 就是我做給全世界看 還要機上面 至少是八九個人一起陪葬 當然那些空中小姐貌美如花 在私人飛機上聘請的 當然有這麼長的水準 無端端都死了 你想想多淒涼 最好笑的就是 為什麼駕駛私人飛機的機師 是肯繼續跟他打這份工呢 這個世界現在進入TikTok時代 是傳聞 趨向是更加反自 就是那些人越來越蠢 你看看四十年前 香港的江湖片都知道 是不可能發生的 這幾天說到夜市 夜市就是那個地下秩序 在四五十年前 這個叫殖民地管理時代 你隨便問一個堂口 的綠林社團 的首領 你說 這件事蠢不蠢 蠢過加零一 好了 講到這個叫蠢 還有一件很蠢的事 南非竟然舉行這個金豬五國會議 事前是美國嚴厲警告 如果你讓普京進入南非 隨時會執行這個國際通緝令 卻不敢爭取 卻不敢爭取 但是我們全世界人都看到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去到之後 竟然那場最主要的會議 那一盤主菜要求你代表中國講話的 他竟然缺席 是吧 很多觀察家都留意到 他的專機 首先 你看看 那架飛機 絕對不是C919中國製造 一看就知道是美國波音客機 然後呢 這段片 很多人都看過了 他下樓梯的時候 舉報是非常謹慎 這次可能沒有老婆在旁邊扶 所以被人家說 他是出現一個疲態 而且越走越近 在右手邊 就是我們看到的左手邊 可能心理上是害怕的 是一個失足 所以應該想把這隻手拿著扶手 還有下來 雖然這個叫做南非總統 親自去迎眼 但是身為一個中國人 你看看旁邊 在表演歌舞這幫非洲土著 我就不知道他們的心怎麼想 第一打大赤拉 毫無體統 第二 在一些這麼原始的音樂裏面 這兩個男性的舞蹈家 我當他 竟然是在隔空劈腿 你知不知道 用腳掌底對著習近平 是吧 而且好像我看的樣子 不妨你問一下小粉 好像叫他把照片踢回去中國 這些就是外交禮儀裡面 非常之含蓄的辱華 對不對 這個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很多人都看到了 這一段片 就是當習近平要進入一個會場 這個會場不知道是什麼 他既然沒有去這個主要的會議 這個應該是進去吃飯 他進去剪接位 一看就看到 後面有一個跟班 好像十足 我就想起 好像以前 就是四十多年前 那套狂潮裡面 一個叫阿齊 就是跟著石堅那個 這些真形瘦小的中國籍男子 以及和納珮托 很多東西都要在努力 這些東西都要做 跟他人們出雖然 他不會有很多能力 就讓人們出來 他會看到的 那些都會出身 可能會發展 他會發生的 對方 其實就要好好說 這個警衛就把他掛了出來 這次玉華我就不知道大陸那13億人 包括那些小粉紅怎麼看 是不是 我就替他們不抵 替他們憤怒 怎麼知道很乖 竟然是沒有人出聲 是不是 所以最戲劇性就是習近平 竟然是回頭看一看 然後若無其事領回頭 對不對 照計你應該大聲斥責這個叫南非 喂 他是我的人 你動他就是動我 沒有 是不是 如果他是翻譯 翻譯不讓他入場就麻煩了 不准翻譯的話 習主席坐下來 在飲餐湯 吃那些非洲雞的時候 看左看右怎麼跟旁邊的領袖交流 所以這些尷尬的位置 現在是有這個社交媒體暴露於全世界之下 如果各位記憶猶新應該知道 已故的英女王有一次在草坪那裡見到一個女警官 女警官說他上次參與接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於是英女王說一句 Bad luck 你真是不幸運 那時候 英女王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英國外交界傳出 習近平堅持要坐英女王的金馬車 兩夫妻要去白金漢宮那裡過夜 來到議事 英國對中國的尊重 英國看到他帶著幾百億的意向書來看錢分享 誰知道臨時他就要自己的翻譯上了一輛金馬車 結果遭到英女王那個發言人或者那個agent 是嚴格拒絕的 於是就沒得上 這件事據說就罵得是相當之不愉快 這次也是 如果這個又是翻譯 誰知道他又遭到南非參考了英國的先例 將他一瞬間隔開 這個可以說 顯示到習近平先生這一位天不怕地不怕 敢於是顛覆 打破西方的所謂外交禮儀 那種勇氣 你偏偏說東嗎 我就要西 我就西給你看 是不是 也可以說2015年到現在是沒有什麼變化的 盧先生這次習近平去到南非的一些畫面 令到外界很多揣測 在網絡的媒體由他下機那一刻已經分析了 因為中央電視台就少了 他下樓梯的鏡頭 而反而其他的國家領導人就有 看到他整個過程裡面面露疲態 包括接受一個勳章的時候 在閉目養神 好像不是很精神那樣 而另外他坐在那裡的時候 也都有一些比較疲倦 潮緒的畫面 不知道他是否周居勞頓 還是身體有不適 但是總體來說 看到他的反應都是比較呆滯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他缺席了那個演講的原因 而跟著其實他的缺席也都引起另外一些揣測 除了他的身體可能有問題之外 就是會不會中國國內有一些特殊的事情呢 需要他突然間就離開 就趕回去應付 而這種情況就更加令到人揣測究竟有什麼大事呢 是需要習主席去到南非都不接近的這個地方 而突然間還要回到中國呢 這兩者的揣測都未能夠得到證實 但是總之來說呢 都是一件令到人覺得有所猜測 不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 甚至可能是牽涉到他的健康問題 應該是健康問題的 因為那麼遠的水路捱到 就不會那麼輕易走人的 尤其上次上海合作會議 在中亞世亞那次都是 飯又不吃 然後晚上就臨早撇回去中國先 因為據說部署 這個叫做二十大 這次又是固態服務 這次就是觀察家 甚至不是很好 壓力很大 其實這個叫做金磚五國會 這樣的會議去做什麼呢 因為這個金磚五國之說 已經有時間證明 是廢話來的 什麼叫做金磚五國呢 如果那些人有正常記憶力就知道 在2001年美國911爆發這個恐怖襲擊 當時有一個左翼聲稱的經濟學者 他的名字叫Jim O'Neill O'Neill 就剛剛是加入高盛 這個叫做高盛金融財團 那他一進去呢 他就要領導一班經濟學家 他就要對千禧面對 21世紀發表一些新的理論 如果不然他不散一散一散的招牌 你也知道在高盛調裡面 那種勾心鬥割 尤其是這些學者 錢就不會賺 金也不會炒 是吧 外匯呢 由半董不通 只拿著一兩個PhD是會被人排擠的 所以他那時候就發表了一個挺令人提笑皆非的預測 他說到了2050年之前 中國的經濟一定會超越美國 而在2035年之前 印度的經濟總產量也會超越日本 所以中國和印度將會在東方 超越美國和日本的GDP 將會是雄勢崛起 是不是 所以這個叫Jim O'Neill 就發表了一篇重要的論文 將這個所謂的金磚五國組合在一起 就是巴西 俄國 印度和中國 還有一個叫南非 南非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還有一班艇邊做最小的那個 南非的經濟 誰人都知道 自從孟德拉上台 現在 非洲土著當家作主 結束白人種族隔離之後 經濟是一落千丈 是衰到是不忍出賭 首先不要說那麼多 現時南非的失業率是高達百分之三十二 另外 在南非來說 在2022年4月至2023年3月一年內 就有超過二萬七千人是死於謀殺 在街上或者在家裡 是被人搗亂的 OK 這個數字 誰人都知道的 所以近年香港的旅行團 都不敢去南非 尤其去到約翰內斯堡 你不相信問一下 那些退休的旅行團的那些導遊 是吧 Jimmy仔 或者Ivan 那些 不要搞 南非是不敢進去約翰內斯堡 最多只是在外面 那個好像類似那些迷城 那種酒店和度假村 是吧 所以沒有人去的 是吧 南非你在那裡死於被謀殺 那個風險率是高過 在這輛車上被撞死 經濟一片破敗 還有去年為什麼會有二萬幾千人被殺呢 去年你都知道了 這個所謂新冠狀病毒 是非常之流行的時候 你應該南非的人在家裡 Work from home 或者是Work online 還有二萬七千人在新冠狀病毒是被人殺的 被人槍殺 你好 如果一開封就隨時五、六萬 這些這樣的地方 你不要說走去投資了 是自己在等死的 對不對 你很黏不黏 黏在這個南非上來 為什麼這個叫Jim O'Neill 發明這個叫護國呢 那就是左翼 是吧 這些左翼想的東西 是很幼稚的 還有很簡單 是吧 不過到了2015年 他自己都認輸了 因為他看到不對勁 他本來除了提出這個理論之後 就問高問帥 拿了一筆錢 然後還有錢 吹水有鬼用嗎 這個學者拿了錢 就成立一個叫金磚五國投資基金 就真的開始走去這個五個國家投資 結果到2015年就洩到趴街之後 終於撿了他 然後他認輸了 不要再提了 不要再提了 到現在你說 是吧 2015年中國那個經濟增長率 都還有6% 如果我沒有記錯 現在是這樣的衰樣 是吧 現在你看看南非也沒有任何起色 那時候的專家已經與以嚴格駁斥 他說金磚五國是沒有可能成為一個金融經濟體系 是可以挑戰西方的 因為這五個國家 政治 文化 宗教 制度是不同的 首先就是印度 賈賈地 他是有這個議會民主 他是印度教 俄羅斯 他是信奉這個叫東正教 南非那些 我不知道他信什麼教 中國就信奉馬克思主義這個宗教 很多經濟學家就說這個叫Jim O'Neill沒有常識 就是除非五國可以結成一個政治的同盟 就是政治的盟國 類似European Union 像這個歐盟一樣 否則你想也不用想 但是現在這個時候你怎麼希望金磚五國會結成同盟呢 一旦結成同盟的話 中國會問印度去拿這些軍事資料呢 中國和印度剛剛好在那個高原那裡打過幾次仗 是吧 怎麼有可能結成同盟呢 所以信這些這樣的三流學者一成都死了 但是Jim O'Neill已經賺夠錢了 是吧 可能回到大陸抱著幾條女兒 不知道吧 所以是很尷尬的 這個叫金磚五國 還去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三個英文字叫Ways of Time 是浪費時間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習近平要給人看 他是沒事 他是死人都撐了出去 誰知道撐了出去 就好像又不見了蹤影 所以就令人覺得非常迷惑 陶先生 其實都對的 你說得 其實我們去評論這個金磚五國的峰會 其實都有一些浪費時間 因為正如你所說 那個高盛的那個學者 搭了一個雞棚出來 其實他的目的就是 加水 還有製造一些叫做影響力 或者叫做出名 很可笑或者可惜的是 參與其中的國家 特別是中國 是當一件真的事這樣看 我不知道 本來可能他都知道是假的 不過你都知道共產黨做事 只要有他的政治利益所在 他雞棚都當真 或者自己再搭個雞棚在雞棚上面 這個就是金磚五國的實質本身所在的地方 所以其實這幾個國家 大濫都扯不來 剛才你已經說了 南非是一個失敗的國家 自從曼特拉之後的國大 國民代表大會之後掌證之後 南非比窮得窮得窮 而且裡面內部的罪案 或者是那些民生 差得不得了 但是我不講南非 我就講一下印度 如果大家記得的 我們都評論過 在6月的時候 印度總理莫迪進行國事訪問美國 這個拜登總統對於莫迪是一個高規格的接待 在白宮的草坪 用很多的印度的僑民和音樂去迎接這個莫迪 之後進行私人晚宴 和在白宮進行會談 簡單來說 印度已經賣了美國的堆 不僅僅說 因為跟著下去 美國有很多的技術 就和印度合作 特別是軍事領域 譬如說通用電器的一個渦輪噴氣式發動機 就給印度進行生產 而另外 也都在印度購買MQ-9B的無人機 價值38億美元 另外還有將扶植印度的半導體領域 建設一個半導體的工廠 這些種種都是代表了 美國當了印度是自己的人 和印度已經表面上吃兩邊茶禮 對俄羅斯 對中國都表示友好 實際上已經捱了美國 所以就算我不當這個是雞排 我當是真的 其實裏面 這個印度本身都不是 那個心向中國和俄羅斯 現在普京又出席不了 跟著習近平又沒有出席那個演講 可能身體不妥 南非是失敗國家 印度其實是艷仔 跟著下去 其實這個金磚五角的峰會 其實真的說來都是廢話來的 裏面的東西 這次是充滿喜劇感 你看看普京又要視像 是吧 中間是得了一個人頭 你看看這張照片 是吧 他就說 南非不知道是不是弄鼓 是吧 弄一個屏幕在這裏 麻煩你的屏幕在下面弄一個假人 讓普京的頭架高一些 是吧 就變成了在其他四國的領袖 那個腳跟那個位 是吧 所以南非你不要看那些土著當家作主 都很狡猾的 這次你夠膽用一隻肉華的土著武道 去暗中落這個中國方面的面 還有你這樣公然 扔走這個叫做中國習近平 後面這隻馬仔 你到底想不想要錢啊 是吧 你要不要錢啊 你要不要一帶一路啊 所以南非這種舉措你都看得到 他其實都很深水清 這些只能夠是這幫貪污的南非的當家 他們是貪的 上一任總統叫Suma 就是一下台又被人告貪污腐敗 數以千萬億億計的美元 是吧 他當然計過那條數沒有水到的 他才會夠膽這麼猖狂啊 對不對 但是他也會夠膽這麼猖狂啊 他也會夠膽這麼猖狂啊 對不對 所以你看看這些細節 反而這場金磚五角會議 那些正當的內容 那些什麼講話你一句都不用聽 看那些戲劇細節 你就會知道這個世界有什麼狀態 還在那裡談說金磚五角 要繼續推進這個叫人民幣交易取代美元 木迪在裡面有份開會的 我不知道他講到這句他有沒有忍笑忍得很辛苦 是不是 好了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金磚五角是一個浪費時間的話題 但是其他 例如這個叫普里哥津被人殺才是主材 好了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多謝大家 請記得訂閱和按上面的通知鐘仔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風雲菊 風雲菊 在2023年1月 正式成立為YouTube會員專屬頻道風雲菊 加入成為頻道會員 你就可以看到專為會員而設的影片 現內容是專為風雲菊會會員度身訂造 和大家講一些陶生和鮑Sir先為人知的趣事和秘密 不知為何有線電視叫他回來 他給我不合格交給他去評分 然後我就正式告訴你們 如果通識卷我陶傑不合格 就證明這個通識科一定不會長命 短則三年長則五年 後來講中 先請我進去他寺大閘 我看到花園有個籠 籠裡的一模茹茹茹 張著一個人形的人 拍的原來是一隻黑熊 對啊後來娛龍村 哇 你是不是以前和金國良拍過一套 少年十五二十時 是啊 你怎麼知道 我跟了你很久了 這句話一與相關 我跟了你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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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你在光明頂有沒有正在做 正在做 解釋得到 正在做 接著我開了一個高的吃本費 以及要求收港幣 是會令到他們推卻的 誰知道馬上答應 體線是從來沒有鬆動過 你不要是有誤會 入了世貿收到台灣 以及成功舉辦奧運會之後 他還需不需要你呢 那些人幼稚的幼稚在這裡 加入頻道會員很簡單 你可以用電腦去回我們的Youtube頻道首頁 按加入頻道會員 又或者用手機Youtube App 在本片的描述欄 卡最上面的連結 加入風雲會頻道會員 有能力的朋友還可以同時加入 淘結Patreon 和霸偉聰衝心直說的Patreon 而Patreon除了有各種專屬內容之外 還有1-6風雲谷的聲音品 大家的支持 一定會令我們更加有動力 為大家帶來更多好節目和內容 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